没看新链站 这是一个好喜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拿德表哥 今天又是准备去挖海捕鱼了 现在顶下船上 然后准备出发了 现在船停泊下来了 饭网也放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现在准备休息一下 今天的潮水是要到下午的4点半到5点之间 才能够去起网啊 吃过午饭 然后休息了一会 现在准备过来起网了 鱼鳞又厚又硬的后甲鱼来了一条 又肥又大的海鲤鱼 现在是要30块钱左右一斤 上面一条后甲鱼 下面一条鹰鸽鱼 鹰鸽鱼现在价格也是要 30到40块钱之间 后甲鱼就比较便宜 20块钱不大 加鸡鱼一条 还粘上来一个小赤螺啊 剥皮会有的啊 毕竟是目标鱼种嘛 现在的剥皮也是要50几块钱一斤啊 差不多 剥皮一来就是连续的上 鹰鸽鱼啊 它的牙齿是跟爆牙一样啊 所以经常有人叫它爆牙妹 大墨斗鱼一个这个墨斗也是够大啊 差不多一个七八斤了 跟纯金了一样这么大一个 现在的墨斗一斤也是要30块钱左右 所以这个也能折个200多块钱 小三刀一条啊 现在的螃蟹这么厉害 专门挑贵价的鱼咬啊 便宜的鱼它还不咬 专门挑这些比较好 好吃的鱼贵价的鱼咬啊 剥皮一上的就是好几条起上来啊 这样实在太爽了 刚上了一个大墨斗又上了一个大软丝啊 这个也是非常的大 有个四斤左右 这些热盘的鱼就让我们吃了 这个热盘是一种热盘的鱼吃 现在我们吃了一个小鱼鱼 这个热盘的鱼匙 正宝费的鱼 那种热盘的鱼 这个热盘的鱼 最后一个热盘的鱼 这些热盘的鱼 就是热盘的鱼 这些热盘的鱼 所以热盘的鱼 又来了两条小山刀啊 这两条小山刀就完好的 没有被那个螃蟹给咬掉的 两条是一起来的 应该是兄弟 这个规格的山刀鱼 已经也是要100块钱左右啊 大一点的就比较贵 这个网起完了 这个网收获不多 但是也起了差不多 60条左右吧 这个刮皮鱼 还有一些海鲤鱼 还有两条山刀鱼 还有好奇 还有一个超大的 这个墨斗啊 墨斗还是很大的 他相信有个七八斤差不多 也能卖个两三百块钱了 现在准备过去下一个网了 一起上来就有值钱货 又是一条小山刀 看来这附近的山刀鱼 还是挺多的啊 虽然说比较小 但是也能值点钱 上次那一条两斤多的山刀鱼 已经是卖四百块钱了 不过这种比较小比较便宜 已经大概也就是一百块钱左右吧 应该差不多 这网布都是挂底了还是怎么样啊 还是潮水太大 很难拉上来 上网跟起网都是要看潮水的啊 鸡鸡蟹可以吃 但是我们不吃啊 闲得太麻烦 所以我们放回海里 我去这条海鲤鱼就够大了 应该有个两斤 两斤多差不多吧 好大一条啊 现在这个季节的海鲤鱼都是比较大的 而且比较肥 太阳已经下到海平面下去了 只剩下这一点网霞还挺漂亮 现在我们放回海鲤鱼干了 我们先去看 就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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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灯火鱿鱼虫也是越来越少了 估计最近应该是补不到鱿鱼了吧 只剩下偶尔几艘而已 油肝鱼一条 不过这条比较小 柠檬鱼啊 今天好像补到的柠檬鱼都比较少啊 这条好像是第一条柠檬鱼吧 这里就连续上了好几条夹鱼了 而且后面这条是特别大 大夹鱼 像这么大的黄丁邦 已经也是要100块钱左右 黄鸡鱼啊 今天的黄鸡鱼也是比较少啊 现在已经是网上的7点40分了 起两个网就起了这么晚啊 第二个网收获大概是六七十条这个柠檬鱼 还有其他打击杂拌的鱼 还有一条石斑鱼啊 加在一起差不多能收获个一千块钱左右吗 两个网加在一起大概收获也是两千块钱左右 然后准备快捷下一个网了 刺鼓鼓的刺豚鱼来了两个 后面还有一束珊瑚花 黄鸡鱼啊 现在黄鸡鱼已经也是四十几块钱 由于第三个网放的是大网啊 所以拉了很久的网子也没什么余货 哦 超大的大波皮来了一条啊 应该有个四斤左右啊 差不多 大波皮一斤也是要四十几块钱 所以这条能值个一百多块钱了 然后最后一个网也起完了 没什么疑惑 然后现在我们找个地方把船停泊下来了 网要到明天才放下去 然后明天再起一次网再回去 而且现在的天气也不算是特别的晴朗啊 这里还是有点浪的 记个闪灯保护一下 证明这里有床啊 大网上的怕人家看不到 然后我们现在坐一下晚餐 然后吃完晚餐差不多几个早就要休息了 也是辛苦了一天了 挺累的 晚上也是吃最后一个碗补上来的新鲜鱼货 特别的新鲜 别处吃不到啊 只有船上才有 好了 这个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男后导标哥 喜欢我视频的 给我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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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